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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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何大奶奶 真是你的亲生父母 其实我早应该发现了 你早就发现了 都是过去的事了 不提了 大少爷 你打算永远也不回家吗 他们毕竟是你的亲人 你不会一辈子都不原谅他们吧 我现在只想好好地跟你一起生活 这已经很知足了 你说这个孩子 如果有一天知道自己的身世 会不会恨我 会不会怪我 只给他带来了羞辱 痛苦 长大以后离开我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我就失去了一切了 太残酷了 我想都不该笑 但少爷 你说 我是不是一个坏母亲 不愿意 郑仙 你愿不愿意 跟我回一趟龙家 我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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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烧爷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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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这两天你都上哪儿去了 全家为了找你都急疯了 好 学我呀 失踪了 怎么样啊 好不好玩 别说了 你吃饱饭 赶紧回屋歇着 大娘 我这些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我都快闷死了 再说了 我哥失踪这么多天 我多担心呀 我哥好不应回来了 我还不得问问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哥 说话呀 你哑巴了 你受什么刺激了 少说两句吧 还没吃饭吧 来 赶紧吃饭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吃饭 来来来来 来 来 坐这儿 小玲啊 拿少爷的碗筷 快 是 来来来来 吃饭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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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二次 Millionen 我们有那一件事 我要成亲了 这家的姑娘啊 是 是哪家的姑娘啊 周济新 你瘋了你 你真的要把他娶回家呀 我知道了 大娘 他消失这么多天 你就是被那个狐狸精给骗走的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我这么说他怎么了 我还就说了我 你要娶他 你有没有想过我跟后普啊 他人呢 他人呢 你把他叫过来 我问问他 他有什么招数啊 骗了你们一个又一个呀 你说话给我小心点 好了 都别说了 你给我坐下 你为什么要娶他 你明知道他是七月初期 他跟你娘相克 你为什么一定要娶他 二娘不也是七月初季生的吗 他不也相克吗 结果死的 不也是他吗 这种迷信的借口您还真信呢 如果你心里没有鬼 有什么好害怕 你是不是 你不是我 他不应该 没人 给他 我为了 你这样 你谁 我的 他们不应该 不应该 他不应该 你肯定了 他才不应该 那不应该 你 你是要跟龙家脱离关系 如果我要那么做 今天我就不会回来 那你会来干什么 通知我们一生 成亲的事我觉得我应该跟你们说一声 也是给静心一个正式的交代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反对 你还是一定要娶她 她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她怀的是龙家的骨肉 我不但要娶她 我还好好的照顾她们一辈子 我太小看她了 大娘 这个女人太有心情了 二 二爷 你倒是说句话呀 是 五少 作为你 作为你的耳术 我对你有个请求 我请求你不要离开这个家 不要离开你娘 不管你对这个家有多少抱怨 这个家有多少对不起你的地方 所有的错都是二叔的错 二叔给你赔博士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不许多了 我理解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的痛苦 或许当你全身心想给一个女人幸福的时候 别忘了你娘 她是给你生命的女人 她的苦你了解多少 她的苦你了解多少 你是她最亲的人 她也需要你给她幸福 大嫂 我代五生请求你 答应她们的婚事 爹 大嫂 大嫂 你同意的话 龙家就多了两个人 你不答应的话 失去的 不仅仅是三个人那么简单 不仅仅是三个人 或不仅仅是三个人 何世 你你们一定会知道 要这些人 当以女人的婚姻 有个人的父母 一样都不承转 能不能和我一起的程度 就这么公安 和其他人不免 required 集成婚 那生命的第二个人 我是真的老了 连这个家我都做不了了 巫生去吧 把静心接回来 以后我们就好好过日子 该死 爹 爹你忍忍啊 你怎么样了爹 你别吓唬我 爹 你怎么样了 爹 关大夫 后补 快救救我爹 没事没事 放松放松 放松放松 来来 让我看看 没事没事 来 水 来 喝水 麻烦你 来 麻烦你 好的 来 麻烦你 瑟哥 你 assurance 你 你 咱们 一水 你 朋友 你 云阀战乱 祸到半路的时候 只好走小路 没想到碰到了贼 把所有的祸都抢没了 那 那损失有多大 全部的积蓄 我一向都小心谨慎 这次是因为南方老板 怕战乱影响 把他库里的货 全都低价出售 无险是个好时机 就拿出家里所有的钱 都收了这批货 没想到 雅霍的伙计也死了 他们的家人追来索要补偿金 所以我就把店里 剩下不多的货都给卖了 估计这个店也开不下去了 是我害了我爹 我 我去问问我娘好了 看她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来 周二爷 敬您 好好好 周二爷 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 少爷您放心 农家押货的货金 全部都毙命了 这批货到底是谁结的 没人知道 皇府少爷 这批货在南方上市 赚的可不是小数目啊 算那个农仆他倒霉 以后咱们兄弟好好合作 是是是 这是额外的酬劳啊 谢谢皇府少爷了 来人啊 周二爷 周二爷 我陪您喝一杯 好好好 怎么办 土耳金货赔了个亲家荡产 这绸缎店怎么开 店里的钱都在用着 只能凑出这些了 这些钱 本来是我打算李承家之后 自立门户开个医馆的 拿去给他先急用吧 老爷 娘 傻孩子 娘知道你这段时间心里苦 我也想过去找静心 替你好好求救他 可是静下来一想 他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我们应该暂时不去打扰他 让他有一段时间冷静下来 所以 等一切事情有了结果之后 我们再一起想办法 夫人 龙家派人送了一封信 龙家给我的梦是给夫人的 万夫人 您说过 要给我一个交代 这么多天过去了 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肚子里的孩子可是不等人的呀 请您转高 周静心已经做了我们龙家的大少奶奶了 要嫁给我哥了 今天他们两个就会一起回家 我大娘和我爹也都同意了他们的婚事 如果后谱不相信 可以上我们家来亲自问问 周静心不会再和他在一起了 让他对周静心死了这条心吧 后谱 后谱 给 大娘和"; 座静心 是 座静心 你真的爱上了龙武生吗 咱们 请我们的 我想你保证 今天你进了这个家门 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 因为现在 你是堂堂正正的龙家大少奶奶 如果你实在接触不了 那我们就另外找房子 不要 二爷说得对 这个家需要你 我们进去吧 娘 既然你已经怀了龙家的孩子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来 把头抬起来 我这个儿子在你身上 可是花了不少功夫啊 差点连这个家都不要了 娘 你应该知道 我不是因为她才离开的 武生 这就是你给新媳妇定的规矩吗 你一定要在媳妇面前 这样跟你娘说话吗 好了好了 武生 你娘同意了 静心 快叫娘啊 爹 古代人 二爷 您瞧 人家还不愿意叫呢 静心 算了算了 摆堂之后再说吧 周静心 既然我儿子这么喜欢你 以后你留在少爷身边的时候 要好好伺候他 知道吗 是 好谱 好谱 你来干什么 我有一句话想问静心 你还有什么脸见他 我只问他一句话 你嫁到龙家来 是不是心甘情愿的 后谱 你怎么还不死心啊 静心 你是真的心甘情愿地嫁给他的吗 是 是 你爱他 他值得我爱 你还想问什么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现在就告诉你 大少爷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他对我有恩 我对他有情 我愿意和他在一起 你这是在说气话 不是气话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我和大少爷在一起很合适 我所需要的 他都能够满足我 观后谱 你听清楚了 不管之前我们有过什么 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我不会相信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我说过了这不是计划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我已经回到龙家 这是事实 你走吧 浩浦 你听到了吗 他们两个是心甘情愿在一起的 浩浦 你看看我 浩浦 你看看我呀 我怀着是你的孩子 他是你的骨肉 你怎么还能去爱别的人呢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你也该给我一个答复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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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你 真的 爹 大娘 你们听见了吗 后不要娶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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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放手 我会娶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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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干吗呀 吓我一跳 听夏儿人说你要嫁人了 是呀 今天你没来 没赶上了一场好戏 厚普说要娶我了 我知道厚普这个人 只要他说出来的事 就赶不了了 你不许嫁给他 说什么呀 你不许嫁给他 你没事吧 我想嫁给谁 我爹都管不了 你说老几啊 你凭什么管我呀 你娘说过 想让你嫁给我 那个时候我没钱 现在我有钱了 我们可以出去自立门户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就给你什么样的生活 你神经病吧 连绳 嫁给我吧 我爱你连绳 你没事吧 你没听见我说什么呀 我要嫁给后普了 我怀的是后普的孩子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 连绳 如果这一切 都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你想怎么样 你在说什么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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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吧 我累了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可你总这样 一直没机会跟你说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你出去 出去 我今天必须告诉你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怀着我的孩子 嫁给别人 我今天必须告诉你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怀着我的孩子 嫁给别人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了 你就一心追那个姓关的 想用孩子拖住他 你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没想过这件事 疯了 疯了吧你 我是疯了 看见你千方百计地想嫁给别人 我能不疯吗 唬疯 连生 我那天在茶里下了迷魂药 本来想教训教训那个姓关的小子 没想到你也喝了 我看着你俩躺在床上 心里难过极了 连生 你是我的女人 我不能让其他人抢走你 我小心 我小心 你那儿长了一颗红枝 你赏够了啊 这一套 这是你小时候 偷看我洗澡的时候看到的 你怎么想着心手不整 我猜不像你的鬼话 好啊 等孩子生出来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倒要看看 这孩子长得到底像谁 他是我皇甫俊杰的孩子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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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醉成那样了 能跟你干什么 再说了 姓关的那小子 身上穿得整整齐齐的 你不觉得奇怪吗 其他的细节 还用我跟你说吗 我 我 我是豪卜的人 我坏的是豪卜的孩子 你非要怀着我的孩子 嫁给那个姓关的小子 我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 我倒想看看 那个时候 姓关的那个小子 会不会去你 老妈的 我杀了你 不要杀了你 就算你杀了我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啊 你是我的女人 你怀的孩子 是皇甫俊杰的 你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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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再把那个放走 连生 连生 去 快跟着小姐 快去啊 快来 好 好 好 我 走吧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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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圣啊 来来来 坐 孩子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你别老是哭啊 告诉大娘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大娘 我不想嫁给关后婆了 连生啊 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啊 你可要想清楚啊 我想清楚了 你真的想清楚了 决定不嫁给关后普了 不 不嫁了 不嫁了 我三乡都在这边 一伍都在这之下 我为了 一辈子 有最后再再认为房子 我归宴下来 决定有什么问题 都在这儿 她 她会对你好吗 不会的 虽然说你怀了她的孩子 没关系 有大娘在会给你想办法 孩子生下来把她送走 将来找一户好人家 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 好吗 是 不嫁给官后谱了 怎么回事啊 我们当下人的哪里知道 只听大小姐对大奶奶亲口说 不嫁官家 说是强扭的瓜不甜 现在才说强扭的瓜不甜 大小姐从小争强好胜 凡是想要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 这次为什么会这样 谁也说不清楚 你现在就不一样了 马上就要嫁入龙家 成为龙家的少奶奶了 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我们大家都特别羡慕你 少奶奶 大小姐 大小姐 你就要当我嫂子了 你这么叫我 我担待不起 你爱的吗 谁 我担心得太多了 我担心得太多了 情如一家 爱情吗 每个人都想去拿 拿的几个油油 几个囊房的虾 作弄它 在你眼里放拔沙 变了卦 誓言最后成了黄花 苹果 你的玩笑开得有点大 心挣扎 谁在把命运 追杀 无情此刻下 被时间测 和花 人生香 细发 画出苍老的面疆 爱和恨 相交 深渊也不 无那时提度出家 无情此刻下 本世间测 和花 人生香 细发 细发 画出苍老的面疆 爱和恨 相交 深渊也不 无那时提度出家 无那时提度出家